欢迎进入小天才电话手表 加油范米丽 欢迎大家来到 有营养长知识的 全新少儿益智 节目小天才电话手表 加油范米丽 大家好 我是林子 大家好 我是诚意 欢迎各位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自从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 来主持这档节目 因为我发现 虽然我们节目这些小朋友们 真的每一个人都很博学 但是我想提醒的是 今年三位同学 你们要小心了 因为现场有一群 非常难缠的小考官 那就是我们的考饭团成员们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今天我们的考饭团 将会使出浑身解数 来为难我们的各位同学 希望他们能够接招成功 好 那待会儿呢 我们的同学出场之后 我们的考饭团会给出第一印象 那就是加油灯 加油灯排名靠前的 这位同学呢 可以获得一项特殊的权利 到底是什么权利呢 待会儿来揭晓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本期节目的总规则 总规则 三个孩子将会面临四轮考验 第一轮 米粒亮相 三人依次亮相 秀出自己 争取答题权利 第二轮 米粒必答 主持人出题 孩子轮流答题 第三轮 米粒抢答 有考饭团 轮流出题 孩子抢答 第四轮 米粒快答 主持人出题 请有助力 孩子快速答题 答题环节 累积米粒数最多的同学 获得本期冠军 并进入最终的米粒幸福啦 好嘞 规则已经了解完毕了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米粒亮相 有请一号同学 欢迎 欢迎大家来到 有营养长知识的 全新少儿意志节目 小天才电话手表 加油范米粒 我是今天的科学小博士 程浩天 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 隔空灭湖 请大家看仔细哦 首先第一个 这是个错误示范 看到空气棒的威力了吗 还有烟圈呢 这又是个错误示范 谢谢 表演非常精彩 首先请我们浩天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程浩天 今年十岁 这上三年级了 我性格开朗 兴趣爱好广泛 有声乐 主持 乐高机器人 羽毛球等等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看百科书籍 和做科学实验 这个空气泡就是我用垃圾桶 和塑料袋做的 真的是垃圾桶啊 这个我家有同款垃圾桶 那这运用的是什么科学原理呢 它空气棒的原理呢 就是瞬间将空气压力能转化成空气射流 然后呢从而产生强大的这个冲击力 简单来说呢 就是通过拍打这个塑料袋 让桶中的空气这个弹射出去 我发现浩天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刚刚他在介绍的时候 还带了我们节目名称啊 就宛如在主持一个科学类的节目 是 他刚才抢我们俩词 对 你是平时有这个主持方面的爱好 和这个特长吗 是的 这是我特别喜欢看 诚意哥哥和林子姐姐主持的节目 然后呢我希望我可以 把我这些科学小实验 然后呢做成节目 让更多小朋友看到 并且爱上科学 特别好 你这么一眼啊 我也挺喜欢科学的了 可是我们今天是个答题节目 那你会那么多科学小实验 跟你的答题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关系 因为这个科学上的题目 因为我读的百科书比较多嘛 然后呢这样科学上的题目 我就应该是能全部做对的 那我们这五位烤饭团 究竟喜不喜欢你今天的出场呢 马上他们将会为你亮起加油灯 好 准备好了吗 各位 三 二 一 请亮灯 哇 全亮哎 你们为什么全亮呢 好棒啦 毫无保留啊 来问一下吧 特别喜欢吗 棒棒 有没有话说 为什么会给他亮灯 因为我特别喜欢他那个空气炮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变成什么什么了 我也没太听懂 我也要学习啊 反正没听懂但就觉得挺厉害的 对 他演示起来是非常的这个厉害的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浩天的第一眼的印象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的所有的考犯团的成员都给你亮灯了 再次掌声鼓励 那接下来要开始答题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小天才 我准备好了 好的 好 带着你的垃圾桶就做吧 请就位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是二号同学 有请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叫范雅馨 今年九岁了 我喜欢跳舞 别看我有点胖 我可是像舞蹈队的呢 不过呢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 今天我画了一幅林子姐姐的画 希望她喜欢 谢谢 谢谢 哇 上节目还有礼物收 这个林子姐姐还万丈光芒的感觉啊 你能介绍一下你这幅画 这幅作品吗 这幅画我采用了很多的绘画方式 比如说林子姐姐你的帽子我是用彩铅画的 你的衣服我是用色粉画的 不同的材质啊 还有呢 我觉得林子姐姐的眼睛最漂亮 所以我给她装了一个美少女的眼睛 林子姐姐在你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美少女 对不对 我半张脸全是眼睛看到没 这个小朋友他们会画的时候 肯定是把这个特点放大了嘛 对不对 那陈奕哥哥的画呢 陈奕哥哥的画画了一半 画了一半 因为你比较难画你知道吗 我的画有这么难画吗 为什么只画了一半呢 因为你一整张脸都是眼睛 那我先把这份礼物收下来吧 好吧 谢谢 我先收下来 陈奕哥哥那一幅就下个月再收吧 你寄给我就行了 好 那我们的烤饭团你们准备好 按加油灯了吗 3 2 1 请亮灯 哇 又是全部点亮了啊 理由是什么 来问一下吧 她画的那幅画画得很细致 就是特别是特点的地方 像我吗 特别的像我觉得 我好看还是画好看 都好看 都没答案 怪不得是我们烤饭团成员呢 都是标准的 好了 谢谢 我们深深的回答 那刚刚能看出来 我们的烤饭团 对我们的这位同学是非常非常喜爱 特别喜爱 都为你点亮了加油灯 当然今天也是带了礼物 我也希望我能尽快收到 我的那一份礼物 好不好 好 好了 为你加油 准备好了吗 小天才 我准备好了 好的 请我们的雅兴就位 请入座 哇 今天呢 前面两位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他们都非常的嘟嘟 很可爱哦 那接下来这一位 会不会又给我们带来 不一样的感觉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 第三位同学登场 少年易老 学难成 一寸光阴 不可清 未觉池塘 春草梦 街头无夜 以秋生 欢迎 欢迎哦 大家好 我是温开燕 今年九岁 上三年级了 刚才开篇这首诗呢 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偶城》 我常以这首诗来勉励自己 一定要自律情学 我酷爱阅读 尤其喜欢古诗和历史 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和大家交友头分 切磨珍规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相互切磋 学习 哎呀 说得真好啊 说得特别好啊 那你手上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送给节目的礼物 现在的同学怎么 每个都带礼物来 那展示一下吧 给我们看一下吧 这到底是什么呢 加油范米粒 温开艳书 哇 学书法需要多长时间啊 学了大概一年多吧 一年多的时间啊 这是送给我们节目组的吗 对 难不成还要带走呢 所以我们先带节目组 收下这份礼物 先保管好 谢谢 好 那你那么喜欢这个古诗词 我想请教你一下 其实喜欢古诗词的孩子 有很多 但是大家都有个困扰 就是首先诗词的篇幅很多 而且有些篇幅特别长 你有没有很好的记忆的方法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秘诀 是三步记诗法 三步记诗法 哪三步呢 第一步是反复听 来熟悉这首诗词 第二步是理解这首诗词的意思 第三步呢 就是要在脑海中浮现出 这首诗的画面 并且理解它的韵律和韵角 好的 看了我们开宴的这一轮表现 我相信给我们的烤饭团的成员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就要请五位 为我们的这位同学亮灯了 准备好了吗 来 请烤饭团为三号同学 点亮加油灯 点亮了四盏加油灯 唯有我们的笑笑没有亮灯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小学生 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 应该谈一点 跟学习之外的事情 就是天天都写作业的 就是希望拓展一些 这个课本之外的知识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开宴呢 在这一轮呢 一共是拿到四盏加油灯 同时也为你加油 你准备好了吗 小天才 我准备好了 好的 请就位 谢谢 哇 今天的三位同学 真的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特长啊 没错啊 一号呢是科学小达人 二号呢是具有文艺气质的 小画家我们的范雅兴 三号呢是一位 擅长古诗词的温开燕同学 那三位在一起 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通过我们第一轮的亮相之后呢 现在他们的这个亮灯情况是这样的 首先是我们的陈浩天 一共获得了五盏加油灯 二号呢也是五盏加油灯 我们的三号温开燕获得了四盏加油灯 那也就是说在这一轮呢 有两位是同票了啊 那接下来要请我们的烤饭团 共同合一一下 获得我们这个额外的加油卡的机会了 是谁呢 烤饭团 我们经过商量 最终那个选定有加油卡的人是一号同学 祝贺我们的一号同学可以获得加油卡 掌声鼓励 那当然我们的加油卡有哪些选择呢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 那请问一下我们的一号同学 你会选择哪张加油卡 我选择免打卡吧 好的 希望你能够把这张卡用到最佳的位置 好不好 好 蜜蜜加油了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三位同学 用小天才电话手表一起来合影留言吧 三 二 一 拍照 好了 现在我们的三位同学呢 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轮答题 米粒必答 好了 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米粒必答环节 那在这一轮呢 我们的三位同学将会有五道题需要作答 并且呢每道题五秒钟的答题时间 想问一下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的答题就要开始了 请听题 俗称四不像的动物是以下哪种 A 驯鹿 B 迷鹿 B 迷鹿 正确 我们吃的黄花菜是植物的什么部分 A 花 B 精 4 3 2 1 时间到 爱吃竹子的大熊猫是以下哪种动物 A 食草动物 B 杂食性动物 B 杂食性动物 正确 六弦琴是什么乐器的别称 A 吉他 B 马头琴 A 吉他 正确 黄梅系是哪个省的地方系 A 安徽省 B 浙江省 A 安徽省 正确 下面两种乐器哪个琴弦多 A 鼓针 B 鼓琴 A 鼓针 A 鼓针 B 鸽雅 据春来江水什么如蓝 请在题板上写出答案 请亮题板 春来江水 丽如蓝 正确 非常好 光年是什么类型的计量单位 A 时间单位 B 长度单位 B 长度单位 正确 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 北宋内一位发明家 A 毕生 B 张衡 4 3 2 B 张衡 错误 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是谁 A 阿姆斯特朗 B 加加林 A 阿姆斯特朗 错误 请看大屏幕 根据图片提示来回答相应对的成语 请看 好 请我们的浩天作答 这幅图对应的是什么成语 请回答 5 4 3 口是心非吗 2 1 时间到回答错误是心口不一 好 接下来继续看图片提示 范亚新作答 请根据图片提示 回答应对的成语是什么 5 4 3 2 1 时间到 好 接下来请我们的开验看图片提示 请回答出应对的成语是什么 心性相应 正确 现在呢我们的三位同学 这一轮答题已经全部结束了 来看一看大家的答题情况是怎么样的 小天才电话手表提示您 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能视频的电话手表 小天才电话手表 独家万民播出 看一看大家的答题情况是怎么样的 首先是我们的一号 陈浩天答对了四道题可以加上四颗范米粒 你的范亚新答对了两道题寄到两颗范米粒 祝贺 我们的三号温开燕答对了四道题可以加上四颗范米粒 祝贺 那刚才的答题呢大家发挥的都很不错 但是有几道题呢很遗憾没答上来啊 那其实呢我们的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北宋的毕生 请记住这个答案 因为刚才那个图片题当中啊 第二幅图片其实传递的成语呢是 客舟求剑 电视机前的你们猜出来了吗 好的 那也谢谢我们这三位同学在这一轮的答题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更为紧张 更为激烈的答题环节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米粒抢答 米粒抢答规则 本环节由考犯团轮流出题 同学们进行抢答 正确加分 犯规本题不能作答 回答错误 下一题失去抢答资格 欢迎各位来到米粒抢答 那这一轮呢轮到我们的考犯团出题了 他们将应用我们的步步高家教寄来出题啊 哎 考犯团今天要出多难的题啊 请你们手下留情啊 是的 三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嘞 考犯团请出题 请听题 下面哪下不是端午节的习俗 A 带香包 B 插夜 C 灯高采菊 请抢答 哦 一号浩天 我选C因为灯高采菊是重阳节的习俗 哎 这个回答正确吗 回答正确 祝费我们的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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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考犯团继续出题 请听题 请听题 一辆公交车上有23个乘客座位 第一站上来11人 第二站上来8人 下去1人 请问这辆公交车上还有多少个扣座位 A 四个 B 五个 C 六个 请抢答 又11号 浩天 我选B 五个 回答正确 我的科学小达人数学也不错 数字算得很快 接下来请我们的考犯团继续出题 请听题 蛇没有脚却可以跑得飞快 请问它是用身体的什么部位进行移动的 A 细小处须 B 鳞片 C 下腹绒毛 请抢答 二号 雅馨 D 回答正确 是用鳞片移动的 看来我们的这个小画家观察非常的仔细 请听题 打开气纸后会冒出气泡 请问这些气泡是什么气体 A 氧气 B 氢气 C 二氧化碳请抢答 我们的一号浩天犯规了 所以你失去了这一轮的抢答资格 请我们的二号 三号参与抢答 请抢答 好 三号 温开燕请回答 我选择C 二氧化碳 回答正确 祝贺 祝贺 二号 三号 加上一盒半米粒 请听题 接天连夜无穷币 一日和花别样红 请问描写的是哪个季节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请抢答 好 一号浩天 应该是B夏季 回答正确 好 祝贺可以加上一颗半米粒 请听题 中国最大的岛屿是哪一个 A 台湾岛 B 海南岛 C 青岛 请抢答 好 三号 我选择A 台湾岛 回答正确 好 祝贺 温开燕可以加上一颗半米粒 好 请考班团继续出题 请听题 无光秋月两相合 台面无风静未磨 请问这首诗描写的是哪里的几色 A 颇阳湖 B 泰湖 C 豆蹄湖 请抢答 好 三号 温开燕 我选择C 洞庭湖 回答正确 下面由我小布来为大家解答 这两只诗出自刘玉璽的望洞庭 全诗为 湖光秋月两相合 檀面无风静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 那接下来请考班团继续出题 请听题 历史上的文景之志出现在我国的哪个朝代 A 宋 B 唐 C 汉 请抢答 好 三号 温开燕 我选择C 汉朝 回答正确 好 祝贺温开燕 又加上一颗范米粒 请听题 战国时期秦国的所在地 包括现在我国的哪个省 A 江苏省 B 陕西省 C 山东省 请抢答 3号 温开燕 我选择陕西省 B 回答正确 祝贺温开燕 为什么是陕西省 古代的秦国处在今天的陕西位置 或者说是处在今天的北方靠西一些 哇 真的你好棒啊 历史知识掌握得非常的老 是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 我们的棒棒出最后一道题 请听题 朱子卿的背影中 父亲给我买水果 请问买的是什么水果 A 橙子 B 橘子 C 苹果 请抢答 好 1号 浩天 1号 浩天 不用免打卡 好 这道题看起来有点熟悉 但是最容易模棱两可 所以说我们的浩天选择了免打卡 正确答案是 B 橘子 那浩天这一轮依然可以加上一颗范米粒 好了 那我们所有的题都已经答完了 好 我们来盘点一下范米粒数吧 好 首先是我们的1号浩天在这一轮达到了四道题 可以加上四颗范米粒 那两文城鸡箱加呢 我们现在集围到了八颗范米粒 祝贺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二号范亚新 在这一轮达对了一道题可以加上一颗范米粒 现在我们拥有三颗范米粒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三号温开燕 在这一轮达对了五道题可以加上五颗范米粒 现在分别是八颗三颗和九颗范米粒 我想大家此刻的心情都不太相同 范亚新 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我想我下一轮一定要争取就是多加一点 你有什么办法 什么战术吗 战术如果说了就不是战术了 需要放在心里 一切都要保密 看来我们有秘密武器 是的 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轮答题 米粒快答 米粒快答规则 本环节为快问快答 主持人出题 同学答题 每个同学可邀请亲友助力 登自行车 车速达标 灯光亮起 开始答题 限时一分钟 一分钟内车速低于标准 灯光熄灭 试作答题结束 那接下来的时间 每人要派出一位家庭成员来助力 一号浩天 你派的是 我派出我爸爸 为什么要派爸爸 因为在家里面最懂我的人就是我爸爸 然后每次我喜欢干什么事情 我爸爸都会那个坚持下去 妈妈不懂你吗 妈妈也懂我这个 比爸爸稍微小一点 爸爸是他的知己啊 来 有请出最懂你的爸爸上场 欢迎浩天的爸爸 好年轻啊 欢迎浩天的爸爸 浩天爸爸先打个招呼吧 嗨 大家好 我是长浩天的爸爸 听到儿子说你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心里面肯定还不错吧 特别温暖 他刚才一开场给我们展示了他对科学实验的兴趣 那平时在家里面他会不会有很多发现 会不会也因此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或者怎么样跟我们描述一下吧 对 从小到大我就经常他喜欢这一块 我就经常反正带着他去做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搞这个可乐 搞可乐吹气球 然后刚买回来的可乐都没喝过 然后我们就拿它去做实验 妈妈在那发火 所以我为什么把家里蒸得成这个样子 所以家里的垃圾桶的洞都是您抛的是吧 就和我俩一起喝 那你的妈妈要发火呢 我觉得跟儿子去发明创造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对于体能的考验您能够胜任吗 我觉得我能行 平时运动量怎么样 平时我也喜欢跑跑步健健身 基本上反正有一段时间没跑了 我喜欢跑十公里 好 那今天你的任务呢是起满一分钟 而且时速要保持在每小时五十公里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我有信心 有信心好 加油 请老爸加油 来 请老爸上车 请 爸爸加油 你是最棒的 你就是我心中永远的Superman 爸爸是超人 好的 爸爸已经准备就绪了 请爸爸启动环保单车 来 赶紧 我们要时速达到每小时五十公里才可以答题 还抵上灯 灯亮了 开始答题 请说出天津市的简称 过 有光花灯 猜灯明风俗的是哪个节日 元宵节 正确 中国的陆地面积是多少万平方公里 九万六千平方公里 错误 江上往来人的下一句诗是什么 过 有点难 玉金香和菊花 哪个通常在三到五月开花 玉金香 正确 不偶其余其中 匹诺曹说往后会受到什么惩罚 鼻子嚷潮 正确 小明的家到学校的距离是两百米 他两个来回一共走了多少米 两个来回 两个来回 八百米 好 灭了 答题结束 爸爸说好的一分钟 说好的爱健身呢 对于体能的考验你能胜任吗 我觉得我能行 我觉得我能行 爸老师说好十公里 今天就那么一小会儿啊 来来来来到我们中间 怎么样 是您意料之中的还是出乎意料吧 出乎意料 是是怎么样 刚刚上去到底难度在哪儿您觉得 上去感觉他这个跟我们跑步不一样 不听使唤 他对膝盖的这个考验很大 要求挺高的啊 不过爸爸也很不容易了 其乐四十秒的时间 是 通过我们两位的共同搭档 一共答对了三道题 可以加上三颗范米粒 谢谢老爸 谢谢 爸爸辛苦了 谢谢老爸 加油 老爸已经不知道从哪儿 这个离开我们现场 我们有点迷茫了啊 那接下来轮到我们的二号雅兴了 你这一轮会请出谁和你搭档呢 我的爸爸 嗯 为什么 因为呢我爸爸跟我都有一点点胖 我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减肥 哦 我觉得这个点挺好的啊 因为这个锻炼身体非常重要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要不就请出我们 雅兴的爸爸登场 欢迎 欢迎 有点胖到底有多胖啊 还好啊 哪里胖 我觉得爸爸你看 瘦的啊 你们对身材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来 爸爸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雅兴的爸爸 女儿说你胖你承认吗 嗯 是有那么一点点 还是不够结实是不是 那爸爸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上车好吧 好 为爸爸加油 来 请准备 来 请爸准备好 三 二 一 启动环保单车 诶 时速上升得很快哦 狗敢超人来了 请说出上海市的简称 不 正确 有全家团聚首最风俗的是哪个节日 大年三十也叫除夕 正确 世界上最高的高原 是我国的哪个高原 西藏高原 正确 时日江山丽的下一句诗是什么 春风花草香 正确 檀花和荷花哪个是在晚间开花 檀花 正确 小王子书中小王子让飞行员挂什么 羊 正确 滑油车一次能装二十三个包裹 物流员两次最多能够运速 多少个包裹 四十六 正确 嘴吊歌头这种诗都是写于哪个节日 三 虽然爸爸启动时的速度很快啊 但是好像耐力上面差了一点点 没骑到一分钟 爸爸对刚才的成绩满意吗 还可以 怎么样 跟您想象和实际骑起来有什么不同啊 足力很大 挺大的哈 对 就是更加坚定了回去锻炼身体的局势 必须对把这儿肉结 我告诉您为什么要骄傲一下 因为你刚才那位老爸多起了六秒钟 四十六秒 通过你们的共同合作一共答对了七道题 很不错的成绩哦 可以加上七颗半美丽 好 再次感谢爸爸 谢谢 谢谢爸爸 好 接下来轮到我们的三号 温开宴了 我好期待呀 你会请出谁和你搭档 会请出我的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在体能力方面 体育老师决定绝对没有问题 很智慧 这个算是请外援了 我们来请出开宴的体育老师上场 有请 哇哦 专业选手哦 对 欢迎我们的体育老师来到我们中间 而且非常的帅有没有 我想问一下体育老师有多高 一米八六 都是不到两米的个子 一米八六 对 都还挺高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有很多学生对吧 对 你应该不是哪个学生请你帮忙 你都有时间有空来帮忙 那为什么来帮开宴这个忙呢 因为开宴这个孩子 是我平时教的比较乖巧 比较听话的一个孩子 你别看他文质彬彬的 他非常的热爱体育 啊 真的吗 尤其是篮球打得非常好 真的啊 我没看出来的 那接下来也希望你能够加油 好不好 好 加油 请的体育老师就位 来 三二一 启动环保单抽 时速上升很快 来 开始答题 请说出重庆市的简称 鱼 正确 火把节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鱼族 正确 世界第一长河叫什么河 尼罗河 正确 木桐骑黄游的下一句诗是什么 歌声阵淋域 正确 韩兄草和三色锦 哪一个被触摸之后就会迅速闭合 韩兄草 正确 民间故事披衫竹舞中沉香披开的是哪座山 过 三件衣服和两条裤子有几种搭配方法 六种 正确 静夜丝和鼓朗月行 共同描写的景物是什么 月亮 正确 中国第一田径短道项目世界冠军是谁 过 铁柱磨成针的典故与哪位著名诗人有关 李白 正确 被称为红茶之国的是哪个国家 老师加油 过 四道题有点难 从九泉发射升空的我国第一个空间实验站叫什么 好 时间到 好 时间到 好 谢谢 蒋老师还是厉害的 蒋老师上去我不担心他骑不够时间 我怕我们的这个动感单车有点危险 被骑坏了是 是 但是但是依然还是能看出来就是专业选手也是很辛苦 对 骑满了一分钟 也谢谢我们体育老师刚刚为我们温开燕搭档之后带来的这个精彩表现 那经过两位共同的搭档之后呢 我们温开燕总共答对了八道题可以加上八颗范米粒 在这里也谢谢体育老师 可以稍稍去缓一缓好不好 谢谢姜老师 谢谢姜老师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一看通过这一轮的答题之后 大家的得分情况是怎么样的 首先是我们的浩天这一轮加上三颗范米粒 来 我们的范雅馨加上七颗范米粒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温开燕可以加上八颗范米粒 厉害了 那我们的最终成绩也已经出来了 是的 我们来公布一下所有人的米粒总积分 步步高家教机提示您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能视频的电话手表 小天才电话手表独家万名播出 本节目由专注教育二十四年 步步高家教机特约播出 公布一下所有人的米粒总积分 首先是我们的陈浩天 她总共获得了十一颗范米粒 二号 亚欣 我们获得了十颗范米粒 也很棒哦 我们的三号 温开燕不负众望 获得了十七颗范米粒 所以各位观众 今天的金米粒是我们的三号 温开燕同学 掌声鼓励 当然我们的陈浩天和范亚欣 获得了银米粒的陈浩 祝贺 祝贺三黑同学 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的精彩 特别是我们的金米粒 不仅展示了古诗词和历史方面的积累 而且任何的提醒都看起来难不倒你 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下一轮 我们的温开燕会用怎样的表现 来冲击我们的公益梦想 好 马上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 米粒幸福喽 米粒幸福喽规则 获得金米粒称号的同学 进入玩具池 每捞起一个玩偶即兑换成十颗范米粒 与本厂总米粒数相加 汇入工艺池 当工艺池累积到一千颗范米粒时 将为受赠的学校捐赠加油范米粒 读书角 欢迎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米粒幸福喽 这一轮呢就到了我们的金米粒成员 来进行我们最后的工艺梦想的冲刺了 所以开燕加油了 好 现在装置请启动 开捞咯 开捞咯 注意咯 倒数五 四 三 三 脚也可以 二 一 时间到 最后一秒不错 好多 千万保持住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捞了多少个公仔 轻轻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他的腿可真厉害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哇 掌声鼓励 足够温开燕同学 这一轮呢我们的温开燕总共抓到了九个公仔 我们将会把它兑换成九十颗范米粒 和之前三位同学答题获得的三十八颗范米粒 一起汇入工艺池 感谢你传播智慧 传播快乐 那电视机前呢各位小朋友 如果呢你也想加入我们的范米粒大家庭的话 赶紧拨打热线或者加我们的官威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哦 当然一定要记住我们在下一期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约赛 小天才电话手表 加油范米粒 下期见 下期见